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老戏新唱 让古老的昆曲再换青春 那么今天聆听两岸多彩青春季特别节目 青春版牡丹亭的两位主演将和我们共同来演绎 情不知所起 一晚而生 诞生于明朝家境年间的昆曲 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被誉为世界戏剧的三大源头之一 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汤贤族的牡丹亭是一部畅想古今的昆曲名作 本世纪初 著名作家白仙勇再度创作 排演新版牡丹亭 并大胆启用年轻演员担任主角 青春版牡丹亭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 世界巡演常常爆满 这也让这部戏的主演于九龄 沈丰英成为新一代柳梦梅 杜丽娘的代表人物 2019年4月 青春版牡丹亭再次来到厦门与观众见面 又一次引起了强烈关注 首先今天非常高兴能有机会 我们两位戏曲梅花奖的获得者 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的沈老师 我们的于老师 说起来厦门一定不陌生 而且我们的青春版牡丹亭 回溯一下时光似乎有点久远 那是在2006年来到我们厦门大学演出 一票难求 轰动无比 算一算时间一下子13年过去了 这时间过太快了 两位跟我们来说说吧 在13年前带着那部作品来的时候 那一刻对厦门 对于厦门人 对于这部作品的演绎有什么感觉 我记得我们06年来厦门大学演出 是参加一个就是文化部的一个 进高校的演出计划 那我们之前有在北大呀 什么南开呀 什么那些高校演过 但是要到我们南方来演 真的厦门大学好像是第一站 第一站嘛 就是南方城市第一站 说这么好呢 90周恩姐演下来 你们都很争气的啊 我要这么说啊 都很争气 这个你看看 99 演99场已经不容易 已经打破了昆曲演出史的记录了吧 99场中 可能全满的爆满的 可能有90场 有了 90场都有的 那个10场没有爆满的 也是八成以上的座 我们演出这么多 可以这么夸口吧 没有八成以下的 都九成的 保守了一点 九成以上 那是的 九成的 可能最大的哪一是哪一场 最大是同级还是下达 下达 下达多少 五千多的位置 但是坐了3800个 对啊 二楼不能开放 两楼不能开放 前面全部坐满地板上 全部坐满人 那个是胜 胜 靠着肩膀 再看 白信用老师 每次我们演出之前 都会来给我们鼓劲 因为真的 每一次都是说 到任何地方都是重要的 非常重要 包括我们到我们厦门大学 我们也是 怀着十二分敬畏的心情来的 所以把我们自己最好的状态 展示出来 是第99场 其实 好数字啊 99场 对 其实我们演的最成熟的 也就是一百场左右 这个 这个 是开始成熟 开始就 开始成熟 就是我的 我们的老师也好 就白老师也好 张自清老师 那个汪世宇老师也好 就是说我们在一百场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可以放手了 所以我们应该说 给厦门大学带来的演出是 应该说是 还是很成熟的一部剧 最成熟 走向巅峰的那一刻 谢谢你们送给了厦门大学 哈哈 哈哈 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说的是戏中词 道的是人间情 从1598年开始 上场西乡 下起红楼 汤贤族的牡端亭 以其典雅唯美的演艺手法 冲破翻离的自由思想 四百多年来 不绝于舞台 剧中的至情至爱 超越了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年龄 不同时代的差异 感染了无数人 2003年 带着年少时 昆曲留给自己的美好印象 作家白鲜勇 来到苏州 决定对昆曲 牡丹亭进行改编重牌 并启用一批 刚刚从学校毕业的 年轻演员 打造青春版牡丹亭 说起来 这个牡丹亭 很多人耳熟能详 而且这里面 产生了很多 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诗句 包括成语 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良辰美景奈何天 情不知所起 以往而生 等等等等 说起来两位 最初当初结缘牡丹亭 青春版牡丹亭 其实真的还蛮青春的 非常年轻的一个时刻 可以说 两位也把最美好的青春 奉献给 并且陪伴着青春版牡丹亭 是吗 先我们说一下吧 当初怎么和他结缘 怎么和白鲜勇先生结缘的 其实我们这一辈 真的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一辈 也就是说我们学校 刚刚毕业不久 就碰到了2000年 就是昆曲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第一批第一名嘛 首批第一名的 所以呢 其实那个时候 之前昆曲 其实还是挺 怎么说很低迷 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我们坚持到了2000年 我们迎来了春天 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 白鲜勇老师 他要在香港 是吧 在香港有一个讲座 然后是需要 一帮年轻的演员 去帮他示范 这个关于爱情的一个 爱情主题的一个讲座 那他来说 你们来演 对对对 是吧 对 然后就挑中了 我们苏州昆剧院 正好我们有一批 这个20来岁的 这个年轻人 当时我就演了一个金梦 牡丹廷的金梦 就是 对对金梦 白老师看了我演的 刘梦梅呢 他确实他觉得 眼前一亮 觉得这个人物形象 气质 嗓音等等 各方面都很像 他理想中的 汤贤主笔下的 刘梦梅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缘起 也就是缘分的开始 所以你说他选 当然他没有经过海选 当然后来他也通过 到我们苏州昆剧 选中文和沈福音之后 还有很多配角 他也要选 不是全国海选 可能我觉得就是 注定的缘分 就选中了我们 就是你够帅 他够美 然后条件有够好 是吗 我是记得 白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看到我第一眼 就是说我的眼睛 就是他心目中的 杜梨娘的眼神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的眼神到底是怎样 我看看你的眼神 很纯净 你知道吗 虽然十几年过去了 但是透着 就是很甜静的那种感觉 不是说 哎呀 很挑动的 很躁动的 安静 很美 眼形 特别传统的 中国美女的那个眼睛 谢谢 我靠得近 我有先天优势 你们等一下 稍后再仔细看一看 眼睛 眼睛会说话 对 他就说 这个眼睛就 就让他觉得 很符合这个人物 那当然 他说也通过我们 自身的努力了 经过了 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在大概 五六个杜梨娘中 选出来 对 因为白老师 当时我记得 当时他和我讲了 比较多的 他说 他最欣赏那时候 有个我们的 昆曲的大师 昆曲老师 黄文艺老师 他的眼睛 他说他的 整个眼神一甩 就是整个花园 就出来了 他的扇子 配上他的眼神 可能他看到 沈丰人也是这样 被他的眼睛 吸引了 所以就选中了他 这帝的一条 恩爱 没空的 恩爱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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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